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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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磅牛肉丸番茄義大利麵 蛤蜊鮮蝦青醬義大利麵 每份裡面都含有兩包 微波就能享用 隨時想吃就吃 重磅牛肉丸番茄義大利麵 顏選牛奧高品質的牛肉 每份裡面有三大顆的牛肉丸 還有主廚特調的酸甜紅醬 看得到裡面有番茄 蛤蜊鮮蝦青醬義大利麵 含有蛤蜊跟蝦仁雙煮菜 還有主廚特調的濃郁青醬 看得到裡面很多蛤蜊還有鮮蝦 它真的料滿多的 這兩款City義大利麵呢 其實是7月才新上市的冷凍新品 這個是City的隱藏版義大利麵 在店裡是吃不到的 我覺得它吃起來呢 醬汁非常的夠味 就是那種番茄的酸都表現得很好 然後麵條Q度我也覺得不錯 重點是它牛肉丸不會太乾 還有三顆 在家就能輕鬆享有儀式感 吃得很棒 很棒 才三顆都被你吃掉 吃番茄口味就是要看得到番茄 而且只要微波加熱 隨時想吃就可以吃 吃得很棒喔 需要嗎 我覺得你眼神 深一口 一直在那個 深一口 其實我們在微波的時候 就聞到那個味道都很香 很香 我覺得它青醬不會很鹹 但是青醬滿濃郁的 而且我覺得它海鮮不會超車 非常的棒 因為小編比較喜歡青醬 所以我留比較多的青醬給你 你做得很好耶 很成功耶 然後呢 只要到網品的豐美食購網 全聯愛買家樂服 通通買得到喔 即日起到9月30為止 只要到家樂服購買 西提義大利麵 平發票呢 到西提餐廳內用 消費兩顆經典套餐 就可以贈送 價值317元的 烤雞派對一份 那有興趣的人 趕快去買來吃吃看吧 這個是網品推出的 剝皮辣椒豬肉嚼 售價169人 剝皮辣椒口味 比較少見一點點 喔它長得蠻可愛的耶 它一包裡面有20顆 它重量是560公克 每顆28公克 28公克算是蠻大顆的水餃 那我們就用煎餃的方式 把它煎成一個很漂亮的煎餃 它裡面內餡還蠻多的 我覺得它剝皮辣椒的味道蠻重的耶 而且它是真的會辣 會辣喔 小辣到多辣 從那之間 它真的會辣 而且我覺得 它內餡調味蠻夠味的 不用再另外沾醬了 它其實蠻夠味的 它是會滴汁的耶 對 我根本很喜歡超級快耶 好吃嗎 好吃 拍手 10分的話呢我給它8分 我覺得這個蠻合我口味的 而且我很少吃到 剝皮辣椒怎麼夠味 這個市面上蠻少見的口味 蠻少見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草莓丼乾 因為我看在社團裡面蠻多人討論的 我個人本身呢也會在網路上買 南大門老爺爺的草莓丼乾 甜心草莓 它是25公克 售價59元 算起來 義美的比較便宜一點 我想要吃吃看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現在吃吃看 不扭脆的 就是一個草莓 嗯 吃吃看義美生雞的 不扭脆的 這個比較乾一點 嗯 就是整個比較乾燥 更酥 義美的 也是像餅乾的那種口感 但是沒有那麼酥脆 我覺得它比較酸一點 兩個 我喜歡不扭脆的耶 口感 我喜歡義美的耶 對 就是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這個更乾 這個酥 那這個是帶點酸 10分的話 我給它 7分 我覺得 算是 很想吃乾燥草莓的時候 會買來吃 然後我就加優格裡面也很棒 嗯 接下來呢這個是 野村檸檬起司派 售價78元 裡面有15個 因為我每次都只有吃 蛋黃派 我就蠻好奇它的味道 而且算下來它超便宜的 大概5塊 喔好便宜喔 它真的是長 這樣 大小喔 就是一個手掌心 先給我吃什麼好意思 它打開檸檬味就 滿濃的 內餡 就是一點點 它的皮其實 有帶檸檬味 然後起司是在內餡的部分 酸度我覺得滿有的 滿OK的 嗯 嗯 但是整體就是 比較偏乾一點 就是餅乾小妹 對就是餅乾小妹 但是5塊錢 我覺得它沒什麼好挑的 對 吃到它的餡 其實那個 濕潤感就多了出一點 嗯 不然比它地方滿乾的 嗯 要OK我覺得 初吃 10分的話我給它 6.5分 接下來呢 這個是大臣跟 瓜瓜園聯名的 金燙雞塊 重量500公克 售價 155元 雞塊跟地瓜的結合 沒聽過 我們去加熱看看 你看得出來它是什麼形狀嗎 西米草 它是復刻牌的形狀 復刻牌喔 就是它有那種復刻牌的梅花 然後 愛心 然後跟 方塊 好夾心耶 它一咬下去它瞬間有點像吃可樂餅 它有包地瓜的地方就是很鬆軟 然後肉的地方就是比較像雞塊 比較扎實一點 而且它地瓜是有點甜甜的 其實我覺得滿好吃的耶 這個我喜歡耶 我覺得小朋友應該也會滿喜歡的 10分的話我給它8分 我覺得真的滿好吃的 你呢 霸電我 嗯 我覺得它跟傳統的就是雞塊非常不一樣 裡面夾心讓人覺得非常驚豔 嗯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美味糖的 和風店煮鍋物 售價99元 我個人其實很喜歡吃關東煮 然後我看到這個我就覺得滿期待的 是有兩袋的料 然後它還有一包沾醬 跟一個湯頭 那我們去加熱一下 裡面的料呢 全部就是這些了 跟關東煮的湯就是八成像 而且它湯很多 我沒有全部倒完 我覺得可以自己再多加一點料進去煮 嗯 筍子滿好吃的耶 而且它筍子不會苦澀 嗯 很清甜 嗯 蘿蔔也有軟 玉米不會甜 喔玉米不會甜喔 還在跟豬血糕也就有軟 十分的話呢 我給它 七點五分 算是 一個 滿適合回家 加料煮東西的 鍋物 嗯 接下來呢這個是 小美冰淇淋 乳酸口味 十個路 售價一百一十九元 平均一個大概十二塊左右 風哥已經迫不及待吃掉一個了 我們的冰淇淋 它裡面是有點淡淡的橘色 我覺得它很好吃耶 它吃起來很像那種養惡多的味道 然後又很像我小時候會吃那種 一根棒棒的那種乳酸口味 然後它的口感就是介於有點 冰沙到冰淇淋之間 我覺得我之後可能會換買這個口味 這個好好吃喔 你快吃一口看看 而且一個才不到十二塊 超便宜的耶 現在冰好貴喔 嗯 平常飯都沒吃那麼好 十分的話呢 我給它 八點五分 九分 會回購 而且CP值很高 接下來呢 是蒸鮮的紅燒小捲罐頭 它這樣呢 是三個路 售價一百六十九元 所以平均一盒呢 是五十六點三塊錢 我沒有吃過罐頭的小捲 我個人是滿喜歡吃小捲的 我好像沒吃過 它長得滿可愛的耶 而且份量滿多的 先讓你吃一個 我準備了白飯 很鮮耶 它的味道為什麼好熟悉啊 它那個紅燒的味道很像那個 紅燒嗎 大豬公 很像大豬公的味道 它的紅燒呢 是帶甜 可是我覺得它的小捲齁 比較沒有那種 我們一般吃那個 現燙的小捲那種QQ的 它就是比較 倫倫的感覺 然後比較乾一點 但是整體調味我覺得 我還滿喜歡的 因為滿甜的 然後也不會說很死鹹這樣 它說不添加反腐劑跟化學色素 10分的話我給它 7分 我覺得 算是把在家裡 有時候配方也是滿好的一個選擇啦 剝皮辣椒味噌醬 售價99元 這個是前陣子社團 非常非常夯的一個 醬 但它看起來齁 不是很討喜 這個顏色 這是什麼顏色 咖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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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聞 只是剝皮辣椒跟味噌 的味道 一般就是可能會拌麵啊 拌菜 或拌什麼 它說很萬用 我先來 拌飯吃吃看 我覺得它拌麵跟燙青菜應該滿不錯的 它非常的 重口味 而且它一樣有辣度 它的辣度大概 也是小辣到中辣 而且是會延續的那種 小編好像很愛 因為它很鹹 嗯 超好吃喔 是不是 欸我覺得它拌 東西應該滿適合 而且我覺得 拌那個燙青菜有沒有 嗯 菜就變得很有味道 10分的話呢 我給它 7.5分 8分 最後一個呢 這個是布朗尼脆片鳴乾 售價89元 這個也是 討論度很夯的一個東西呀 欸它一打開 那個 巧克力的香氣都出來了耶 它長這樣 就是一片一片薄薄的 這是滿濃縮精華的一種感覺 欸我覺得它 好吃耶 怎麼辦 這個很順口喔 因為它口感是脆的 然後又覺得它的巧克力 很濃郁 又帶點微微 微微的苦 很好吃耶 它的味道 很有爭視 就是 整個是一個很高級的餅乾 我覺得它這個很適合 加在很多東西裡面 就是類似說 冰淇淋上面加一點這個脆片啊 或 蛋糕有沒有 點綴一下 對 欸很好吃耶 你最喜歡蛋糕呢 我就喜歡你 我不喜歡蛋糕 喔 十分的話 我給它八分 這個可以耶 好啦 今天呢就是開箱了 全聯最近的新品 還有最近討論度很高的商品 請問小編 你覺得哪幾項最值得回購 我覺得網品剝皮還有水餃 然後還有乳酸的小美 小美 對 這兩個我蠻喜歡的 然後其實我覺得 剝皮辣椒味噌醬 也蠻不錯的萬用 然後跟這個 那個布朗尼吹麵我也蠻喜歡的 最重要的是呢 大家記得 可以去買City義道麵麵來吃吃看喔 現在全聯加勒服還有愛買都買得到 還有網品封美食購物網也能買到喔 那今天呢 開箱就到這裡為止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呢 記得幫我按讚 按訂閱還有開鈴鐺喔 然後記得要分享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